今天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席培瑞斯抵达台湾 外交部一度拒绝接见他 直到晚间六点左右才终于得奇门而入 不过对于赔偿内容 培瑞斯还是只字未提 只有对媒体说他代表菲律宾总统 对红石层家属以及台湾民众致歉 不过这一次培瑞斯来台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不但家属不愿意见他 甚至传出台北的知名饭店 拒绝让他入住 非国特使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席培瑞斯 现身台湾外交部 他原本被拒绝接见 但在晚上六点左右 胜利进入外交部跟次长见面 短短半小时后出现面对媒体表达歉意 我是我们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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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我发布了 你的屏幕 好好的 強調他是代表菲律賓總統 向洪時辰家屬與台灣民眾致歉 但是對於賠償等其他細節 直字未提 而台灣反菲律賓情緒高漲 更傳出培瑞斯這次來台 有台北知名飯店拒絕讓他入住 飯店公關澄清是因為沒有空房間 不過裴瑞斯這趟來台見洪時辰家屬 到外交部還有找飯店都不順利 想要為菲律賓政府 維繫與台灣的友好關係 恐怕也不容易 維繫TV有傳話張家台北報導